欢迎收看G-Chan Ultra 不知大家有否发现 近年多了很多开放式耳机的出现 似乎各大品牌都很看好市场 当然,又怎能少得音响大厂最必要一份呢? 今天与大家分享我手上这款 Soundgear Sense 开放式耳机 在这麽多款同类的产品里面 到底声音质素又是怎样呢? 立即与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我们来看看耳机盒方面 整个盒子是扁扁的 不太厚,薄薄的 这个盒子也有一些回弹的作用 如果不是弹力地盖起来 基本上卡在盒背后面 耳机方面整对放在里面 整个耳机的外形跟一般开放式耳机差不多 耳机提供柔软的耳柄 左右都可以活动 有少少可以夹着耳朵 另外亦有一个多段的调节 耳机本身可以透过多段调节 去调高低位置 直接戴上耳朵给大家看看 戴上来很简单 就这样勾住就立即戴上了 大家会见到整对耳机勾在背后 戴上来的感觉也挺舒服 不会有什么压力 首先,耳掛可以完全勾在耳壳后面 另外,这多段调节都可以调到有四格 我发觉有不同的调节 也有不同的声音效果 最顶顶的调节就会发觉低频较少 如果刚刚好用到最低的一格 低频就会更加不错 听起来的声音更加实在 耳机有一个很大的面板 就是Touch Control 可以调节 Play, Pause, 前后选歌 Zip with Music 和 Video Mode 都可以 触控方面都是灵敏的 用上来的时候都简单容易记得到 耳机又提供到一个颈绳 如果怕做一些大型的运动 怕耳机会掉下来的话 就可以用到这个颈绳 只要把耳机脱下来 把它直接刮到后面的位置 就可以整对耳机掛实了 我觉得它本身的耳掛也挺稳固 所以我做运动时 都很少会用到这颗颈绳 当然,如果需要做一些 劇力的跳动或者跳舞的朋友 这颈颈绳真的可以帮到手了 至于规格上, 连线方面用到蓝牙5.3 耳机亦可单边独入使用 任何一边的耳机都可以成为主机 相信有些朋友 喜欢单边用一些挂耳式耳机 今次的Soundgear Sensor 就可以用得到 此以续航力也挺不错 单次过两个小时的充电后 可以用到6个小时 配合充电后 再有额外18个小时 总共有24小时 即是全日使用都足够了 另外,耳机提供到快速充电 充电15分钟可以用到4个小时 也挺理想的 如果突然没有电 只要轻轻充一充电 都可以用到4个小时 做运动的朋友就相当不错了 耳机又提供到IP54的防震防水 即使下雨天拿出去跑步都没问题 用到开放式耳机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担心 会否带着来听歌时 开大声一点 就会漏了声 今次Soundgear Sensor 用到一个新的技术 叫Open Sound 它可以令到声音的扩散度减低 从而可以令到漏音问题解决得到 到底实际效果是怎样? 我除了实测 大家一起来看看 好,规格和功能都看了这么多 音质方面又是怎样? 今次Soundgear Sensor 给我的感觉是挺有惊喜的 怎样说呢? 因为它的声音比其他耳机 都很实在和扎实 而且声音都是自然 分析力都挺不错的 可以很清楚听到音乐的细节 耳机拥有16.2mm的单元 相当大的单元 所以它的低频表现相当不错 低频相当有力量 而且有层次感 弹性也挺不错 不像一般开放式耳机 一构饭死实实的低频 Soundgear Sense 的低频 我自己觉得非常满意 另外人声方面也挺好听 我听到一些果粒感 虽然未算很有感情 但如说开放式耳机来说 能够有这么好听的人声 都算是挺有惊喜 至于通话质素 耳机拥有4个7mm 实际效果又是怎样? 我们立即出户外看看实测 出户外跟大家进行实测 戴着Zerbio Soundgear Sensor 这耳机是开放式耳机 本身耳机也挺舒服 而且这个耳机是可以调校的 所以大家在不同的耳型都可以用得到 带上去也挺大 而且声音也挺有惊喜 所以这耳机也挺不错 这耳机也挺不错 好了 我们来到户外 身边有很多车 旁边也有下落 很多人走出去 和大家试试 好了 和大家聊了一会儿 和大家谈谈 我会去实测暂时到这里 官方有提供自家App 记得买相机时 下载JBL Headphone 基本上和我之前介绍JBL 有提供的App 介面完全一模一样 也可以看到耳机的电池电量 充电粒的电量 另外可以调校EQ 以及耳机不同的手势 值得一提是今次的Smart Audio & Video 我自己用Audio Mode 看电影时的确有点滴滴 是不同步的 我发现这个问题 也不算很严重 但有时看电影时 比较留心 就会看到它比较慢一点 如果大家发现这个情况 出现了 可以使用Video Mode 便会解决 另外Left & Right的Sound Balance 回馈声音的语言选择 Max的Volume Limited 基本上和之前我介绍的 JBL耳机的App 都完全一模一样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 可以点击之前的影片再看看 最后和大家做个总结 今次JBL Soundgear Sense 是一款开放式耳机 其实目前已试过不同的开放式耳机 今次Soundgear Sense 的声音表现 我觉得是有点惊喜的 因为它的声音表现是相级扎实 低频也挺活泌 和有弹性 如果开放耳机能够做到这个效果 其实也是挺有惊喜的 另外耳挂也是相当灵活 除了可以左右有弹性之外 另外还有多段的挑战 適合不同耳型的人士使用 耳机时售价是$1299 如果大家有兴趣 最后就要下舖试试 之后透过今次的影片 回应观众的问题 有些观众都经常说 为什么我用开放式耳机 好像觉得出街听好像没有声音 其实开放式耳机 始终跟入耳式有个分别 发音不会直接在耳朵里传 要用开放式耳机 都建议在室内 或是在街上做跑步的时候 就比较适合一些 但如果你跟我说 我经常在挫折的地方 在户外工作时 要用耳机 都建议大家用入耳式耳机 比较适合 今次耳机的开箱评测 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还有留言 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是帮到你的话 就记得订阅 和分享影片出去 我们下期视频 看看有什么新的耳机产品 再和大家分享 下期视频再说 拜拜 请不吝点赞 鉤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